完成首飞是可汗战斗机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土耳其空军甚至呢还要让它和先进的智能化的无人机进行联合作战 AI已经成为了新一代战斗机的典型和标志性技术 那么我们还没有听说土耳其它在军用的人工智能方面有很核心的这样一些技术 这个是他们要一步一步来啃下来的一个一胡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 我是主持人周瑜 就像刚才短片里面我们所看见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 AI已经成为了新一代战斗机的典型和标志性技术 今天我们就将会和演播室里的两位嘉宾魏东旭和吴杰 同时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AI评论员 他就在这了 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飞成功的土耳其可汗战斗机 那么关于这一型战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1日上午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研发的可汗隐身战斗机在安卡拉成功首飞 这次飞行共持续了13分钟 原型机全程未收起落架 飞行速度约为426公里每小时 飞行高度约2438米 一架F16D战斗机半飞 尽管雷达光电系统等重要航电设备尚未实装 但舱门在飞行过程中也并未开启 但这次首飞成功仍被视为可汗战斗机研发进程中的重要节点 表明该机的机体结构设计已较为完善 动力系统已完成装机测试 飞控 航电 通信等系统已满足基本飞行要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称 这是土耳其国防工业令人骄傲的一天 完成首飞是可汗战斗机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据报道 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还宣布将会开发可汗的双座型 以便最高效地来实现有人无人编队协同能力 当然了 这些也是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 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人工智能 那我们就先来和AI评论员来聊一聊他眼中的可汗战斗机 你好 AI评论员 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AI评论员 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 我们也很高兴和你来进行今天的交流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聊土耳其的可汗战斗机 你对它了解吗 好的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可汗战斗机是土耳其的第五代战斗机 于2024年2月21日完成首飞 据说它具有隐身能力 还配备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 你刚才提到可汗战斗机的时候 用了一个词 第五代战斗机 你把它归为第五代战斗机 这个说法严谨吗 我认为它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第五代战斗机的标准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 可汗战斗机在隐身性能 航电系统和武器系统等方面 与第五代战斗机还有一定的差距 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那这个具体的差距体现在哪 听说在隐身性能方面 可汗战斗机的外形设计和隐身材料的使用 还不够成熟和先进 可能会影响它的隐身效果 主要是在隐身方面有一些欠缺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回答 刚才二位也听到了AI评论员所讲述的 关于可汗的一些信息 他认为在五代机这个定义方面 可能隐身性差了一点 二位怎么看 首先我也是第一次和AI评论员面对面 感觉到很有意思 那么可以说 AI评论员刚才的回答是中规中矩 我们讲第五代战斗机 它不仅要有面子 同样也要有理子 那么可汗战斗机 给我们一种非常强烈的熟悉感 它和美国空军现役的F-22猛禽隐形战斗机 是非常相似的 它的外形和尺寸是比F-22更大的 但是由于发动机的功率比较小 再加上它在复合材料的这种使用方面 还存在很大的欠缺 那么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像小学生穿着一件成年人的衣服 然后和专业的运动员一起比赛 那显然就是跑得慢 而且土耳其空军 对于可汗这款隐形战斗机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 不仅要让它能够适应复杂的这种作战环境 能够取胜 甚至还要让它和先进的智能化的无人机 进行联合作战 那么你这个无人的这种空洞作战平台 是否足够聪明 那么和有人驾驶的战斗机 配合的程度究竟怎么样 那么我们还没有听说 土耳其它在军用的人工智能方面 有很核心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所以就像您说的这一打眼看上去很像猛禽 很像F22 但是长得像不等于这功能性能上就能和它画上等号 刚才魏老师也说了 这可汗要成为第五代战斗机 恐怕还有挺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隐身战斗机的研发门槛它确实很高 英国 法国 德国 日本的五代机项目 现在都没有看到明确的成果 那为什么土耳其反而是挺了下来 而且貌似现在离成功还挺近的 应该说现在这个土耳其的科汗战斗机 刚刚走到这个首飞这一步 未来是什么样子 现在还很不好说 但是我们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是五代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它很多技术是相对比较成熟的 而且它的这个发展思路 前人都已经蹚过路了 有什么雷都已经展现出来了 然后很多的这个高技术产品 其实是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这种成熟产品 第二点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土耳其是F35项目 最早的联合研制国之一 所以它的这个工业部门 其实是掌握一部分的这个五代机的这种生产的技术 第三点就是像科汗战斗机研制过程当中 其实是有很多的外援的 包括它刚才说的这个别一公司 参与的这个程度还是比较深的 同时呢 土耳其还可以得到比如说像俄罗斯的一些技术的帮助 我们之前看到过来就是 俄罗斯总统陪同的这个 土耳其的总统阿尔多安 坐到这个F35的座舱里面 去抢先的体验一款这种俄罗斯的这个五代机 说明双方在这个航空领域 特别是五代机的研发领域 是可以有比较深度的这个合作的 所以呢 它在这个研发上面 其实是有一种左右逢源的感觉 对 确实像你说的这样 土耳其好像拿到了一系列技术支持 那可汗战斗机的性能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短片 可汗战斗机翼展14米 高6米 长21米 比俄罗斯的苏-57还大 从外形上看 可汗战斗机与F22有很多共同点 都采用双锤尾 双发 单座布局 零形带折线机头 加莱特进气道 小展显笔梯T型上单翼与碟形水平尾翼 向外倾斜的带方向舵双锤尾 从后面看 可汗采用了类似苏-57的宽间距双发动机布局 还带有尾锥 土耳其官方宣传资料称 可汗战斗机在迎头方向的雷达反射截面机 在0.01至0.1平方米之间 但这一水平需要待以后发展到量产阶段 外形修行完善 并涂附隐身涂料后才能达到 法国达索公司的创始人马赛尔达索 曾经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一架飞机要想飞得好 必须长得漂亮 我们还是想测试一下人工智能 那AI评论员你好 你觉得这个可汗战斗机长得够漂亮吗 作为一个AI 我不具备人类的审美和感受 但是对于飞机设计来说 外观通常是其性能 功能和任务需求的反应 如果我们聚焦细节 会发现可汗战斗机的线条 和各个部分之间的过渡 显得比较生硬 说明他的修行工作还没有全部做完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回答 刚才二位也听到了AI评论员 所讲述的关于可汗的一些信息 那魏老师您觉得呢 可汗战斗机虽然飞起来了 但是我认为颜值稍微差了一点 因为这个战斗机的尺寸比较大 那么由于它是第一架 那么有很多的工艺是需要完善的 包括有很多的技术细节 也是需要进行处理的 所以现在呢 土耳其它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是先能够飞起来 提振一下这个本国军工体系 或者说航空工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就像刚才吴嘉老师提到的 确实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外援 那么土耳其它整合西方技术的能力 我们讲还是比较强的 像BAE系统公司 包括美国的这个通用公司 那么都在克罕战斗机的研发的过程当中 提供了很多的这个帮助 一旦隐形战斗机 也就是克罕 开始进行批量化的这个生产 那么会不会和美欧的军火商 构成竞争关系 那么一旦构成了竞争关系 美国包括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 还会不会对它进行这种卡脖子 那其实呢 土耳其还是要从长远的这种 发展的规划的层面 去进行考虑 要考虑到后面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性 那听了您刚才这个分析呢 其实观点也很明确 就是克罕的外形并不出彩 那么在至关重要的隐身性能方面 从克罕的这个视频影像当中 又能够分析出来哪些细节呢 来 吴杰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隐身战斗机 它的隐身性能 其实它的外形 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首先它的这个基本的设计 是符合一个隐身飞机 我们叫基本操作的 就比如说这种机身上的这个棱边 包括这个机翼的后列角 做这种平行的原则的设计 这是大面上都有 然后如果说它要按照 土耳其的一些官方的说法 说要雷达散生命机降到0.01平米以下 那么就要在细节上下功夫 那么看它的这些细节 首先我看到它的这个发动机进气道 采用这个S型的弯曲设计 完全是把这个发动机的叶片挡住了 这一点是它做到了 然后它的这个金翼 负翼 端口 都做了这种挖孔的这个处理 那这也是在隐身处理上相对比较细节的地方 除此之外呢 我是觉得它在这个进气道的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瑕疵 就是我在它的这个进气道唇口的形状上面呢 还是发现了几个直角 这个其实是隐身飞机设计当中的一个大机 那么这个东西可能会对它前向隐身性能的影响 会有一些隐患 就是说细致了 但是还不够细致 那可汗战斗机的外形设计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处处都能看到有F-22的影子 但是却没有能够达到F-22的高度 那接下来的短片我们就揭开可汗的蒙皮 来看看它的内部发动机和弹仓是如何布置的 可汗战斗机的动力核心是两台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生产的F-110GE-129涡扇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也被F-16Block 50 F-15EX等美军主力战斗机采用了 单台飞加力推力76.31千牛 加力推力131千牛 据称能使可汗战斗机在12000米高空中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1.8马赫 作战半径可达1100千米 据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介绍 可汗战斗机拥有高机动性 可承受正9G至-3.5G的过载 得益于较大的机体尺寸 可汗的机腹中线拥有大型串列弹舱 可容纳4枚流星主动雷达制导远程空空导弹 还能挂载土耳其自研的SOM巡航导弹等大型空地武器 在进气道侧面各有一个用于容纳格斗导弹的侧弹舱 不过可汗的最大起飞重量仅为27吨 不仅远低于F22的38吨 苏57的35吨 与作为中型机的F35A的29.9吨相比 也居于下风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可汗战斗机目前用的是F16的F110-1129涡扇发动机 那这一款发动机能不能够帮助可汗战斗机实现它的超音速巡航 我觉得是有一定困难的 因为这两台发动机的加起来的推力相比于它设计参照的对象F22的两台发动机的推力来说差距是比较大的 靠这点推力是很难实现长时间的超音速的飞行的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座舱位置的设计 因为它座舱比较高 这样的话在超音速飞行的过程当中是会产生更多的阻力的 让它去实现超音速飞行也会有更多的困难 同时从它这个生产技术上来看 之前有很多它的这个组装生产的一些照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生产技术基本上还是一个三代机的一个 或者说现在的标准说四代机的一些技术 很少应用真正的像五代机的一些生产技术 那么它这个飞机本身可能会出现结构重量超重的问题 那么这么多问题叠加到这家飞机身上 想让它去实现超音速巡航 我觉得还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要超音速巡航也好 或者说是能做一些大的机动动作 可能对它来说都挺难的 那显然的克罕战斗机目前只是完成了它的首飞 距离服役还有形成战斗能力 那真的是还差得挺远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克罕目前已经有了异象买家 就在首飞之后不久 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就表示 乌克兰有意购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这是一种口头支持 大家都知道现在乌克兰对于先进的战斗机是非常渴求的 当然它短时间内能够获得的战斗机 应该是北约成员国提供给它的F16战斗机 那么为什么要表示出针对克罕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是因为土耳其和乌克兰是有防务合作的 而且乌克兰确实也可以生产一些无人机所使用的小型的动力设备 那么土耳其国内也有一些人员认为乌克兰的马达西奇公司 毕竟在发动机的方面 或者说在航空技术方面还是有很多的积累 但是现在乌克兰是处于冲突的状态 马达西奇它的这种生产能力 尤其是这种技术的创新能力 我认为基本上是归零了 如果说在克罕战斗机的研发的过程当中 那么乌克兰提供了帮助 可能仅仅是一些技术上的指导 那么对于土耳其而言 乌克兰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也可以为克罕战斗机去进行背书 对于它后续的这种市场的推广和宣传 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做到加分 在五代战机所需要的高性能涡扇发动机这个领域 像美国 俄罗斯 乌克兰现在都指望不上 和发动机相比来说 克罕的雷达等重要的航电设备 同样也是处于研发的阶段当中 那这些系统是否也像发动机项目一样 不靠谱呢 我们来看短片 克罕战斗机的机头内部 预计将安装一部 由土耳其阿塞尔桑公司研发的 有源相控阵雷达 使用氮化加元件以提高性能 可执行对空 对地 对海多种任务 并具有电子战能力 克罕的机头上下 安装了两种不同的光电传感器 上方是KARAT-100红外搜索和跟踪系统 下方则是玩具枪100系统 将对空与对地光电探测分别配置 KARAT系统能被动探测敌方战斗机 窗口经过了隐身化设计 飞行员佩戴的头盔瞄准具 同样由阿塞尔桑公司开发 可以将光电 雷达系统 以及飞行传感器 航电系统输出的数据 融合到一个单一的界面中 显示在飞行员的头盔面罩上 飞行员借此可以看穿机体 增强了飞行员的态势感知能力 阿塞尔桑公司称 这一系统的性能将优于F35上的 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 除此以外 可汗战斗机还将配备 由土耳其自行研发的 全套电子战套件 搭载人工智能系统 具备有人无人机编队能力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土耳其阿塞尔桑公司 把自家还没有研发完成的产品 说得很先进 那在两位老师看来 以土耳其现在的电子工业实力 能实现吗 我们注意到 阿塞尔桑这家公司 我记得是在2022年的 国际报告当中 它是位列于全球百大的 军工企业当中 实力还是比较强劲的 同时它的生产的 土耳其国产的 这种氮化架的相控制雷达 不仅是要装可汗战斗机 要装自己改进的F16战斗机 还要装在像安卡3 这样的无人机上面 所以它研制一款 堪用的相控制雷达 我觉得问题不大 另外它在光电上的 这种技术机类 其实我们也看到 像可汗战斗机 它的头部的光电 探测装置的配置 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底下是EOTS 光电的瞄准距 它可以兼顾对空 和对地的作战 但是我们说一架 先进战机的 战场感制能力 或者说它的航电水平 不能只看它的 探测装备是什么样子 而是要看它 能不能把这些探测装置 收集到的海量数据 进行融合 然后以一种合理的方式 提供给飞行员 来做战场行事一种判断 所以硬件有了 可能软件端的工作 是一个更加巨大的工作 这个是他们要一步一步 来啃下来的一个硬骨头 所以首飞之后 这个路还挺长的 那两位老师 对于土耳其 所谓的土耳其的 五代战斗机 它的前景怎么样 怎么看 可汗战斗机 它的研发 包括后续对它进行 技术改造和升级 对于土耳其的航空工业体系 和军工体系 会起到比较大的带动作用 但是这个项目 同样是非常艰难的 因为它利用了大量 西方国家的 这样的一些技术 如果说像土美之间的 这种关系 迟迟没有得到改善 那美国一声令下 无论是英国 还是其他的欧洲国家 可能都会拒绝和土耳其 进行这种高端战斗机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合作 到那个时候 可汗战斗机 可能会完成首飞 或者说能够进行 一系列的试飞 但是想要拿到更为先进的 这种制造工艺 包括一些核心的系统 它就会面临外部断粮的问题 以后想要越走越快 想要越走越稳 必须就是要尽可能的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但是土耳其的短板 恰恰就是独立自主 和自力更生的能力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和两位老师一起 详聊了不久之前 完成首飞的土耳其 可汗隐身战斗机 那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想测试一下人工智能 来看看它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那AI评论员你好 你如何来评价土耳其的这一款 可汗战斗机 可汗战斗机的首飞 标志着土耳其航空工业 在战斗机领域取得了进展 但仍存在一些带恭贺的技术挑战 同时开发可汗战斗机 需要依赖外部技术和合作伙伴 这些问题需要土耳其政府和相关部门 认真应对和解决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点评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谢谢两位嘉宾的到来 同时也再次感谢我们的AI评论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